基隆士215位師生在各項藝文競賽中大放異彩 57位選手在試賽脫穎而出 為基隆士共奪得6項特優超厲害 在準備過程當中還是會有一些覺得挫折的地方 因為畢竟口說跟寫作上面都還是有一些不同 透過自己在課堂當中的學習 然後去應用自己在刷題當中的文言文的家具 然後把它放到我的作文的內容裡面 運用巧思 請假備送 替基隆士抱回特優 子萱同學好厲害 另外美術比賽成績也不遑多讓 230件作品角逐全國賽就有38件獲獎 我這一次得獎的作品是水墨淚 花了大約2到3個月的時間 相圖的作品名稱是生存價值 我希望大家能夠不要一直破壞環境 音樂 舞蹈及戲劇室賽成績也超吸睛 各領域得獎者將參加明年3到4月在基隆舉辦的全國賽 我很高興能在基隆士音樂比賽獲得大提琴和鋼琴的冠軍 然後也很謝謝老師的指導 希望我會更加努力 希望能在全國賽時拿到更好的成績 教育處代理處長楊桂傑頒獎獎獎的師生給予在藝文領域表現亮眼的學子們最高的肯定與鼓勵 基隆市政府在縣市長的一個倡導之下我們非常重視孩子的這些語文跟音樂舞蹈各項的一個才藝的一個培養 我们希望说我们的孩子不止课业很棒 我们希望他各方面的兴趣都能够得到发展 借由参赛来验证我们平常练习辛苦耕耘的成果 这要非常感谢很多的家长以及老师的指导 我们在这边特别感谢这一些付出的朋友们 也恭喜所有得奖的同学们 谢谢大家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